今天这个开了眼了 NASA罕见的请求研究嫦娥5号月球样本 而且明确说这东西太独特了 这个和咱们之前判断是一致的 为什么 咱们介绍过 NASA之前从月球拿这个月壤早就被它污染了 因为它不是真空保存的 中方保存的时候就是真空 也就是说它拿回来的时候已经受到了污染 所以它那个月壤其实已经没用了 美国国会有一个禁止中国和美国太空合作的沃尔夫条款 这是美国围堵中国航空天发展的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志 而且是美国的双标 它的一个标志 结果美国法律过去长期对中国航空航天进行 所谓靠上枷锁行动 但是11月29号内部的电子邮件显示 为让其资助的研究人员获准去申请研究长额5号2020年月球样本 能够研究NASA已经向国会证明了它的意图 这是南华早报说的 他说美方的态度和前面令人感到奇怪 如果NASA获得了美国国会对于申请研究月球样本的批准 那可能就是中美两国航天机构首次展开这种合作了 咱们说秋天的时候 中国国家航天局公布了长额6号任务正按计划展开研究 计划是24年先后要实现发射 美国科学家认为长额6号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从月球背面采集月球样本 这是美国没拿到的 因此这个样本的科学价值会更高 与此同时中国还计划探索火星还更远的地方 就是星辰大海 那中国拿到了这些 这些咱们说样本 美国人没法研究 你想 连法国人都能研究 咱不要提英国了 英国是连研究的能力都没有 那现在看NASA的一封 叫写给亲爱的同事电子邮件说 此次申请研究有必要 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月仰样品独特 也因为长额5号 月球样品近期已向国际开放申请 就是这个便宜不占 忙不占 供各国科学家共同研究 共享成果 那这个电子邮件明确表示 这个项目开绿灯是一个例外 说项目津贴 专门适用于长5号样本 在NASA所资助项目上 不可同中国展开双边合作 禁令仍然存在 注意啊 他说这个禁令还存在什么意思 很多人说 美国人帮助中国 这帮助中国那你帮个鸡巴毛啊 咱们就直接说你帮个鸡巴毛啊 感谢美国人 你看看航空航天 他就不允许黄种人上太空啊 你上太空可以 你看那个好莱坞电影 把你描图成什么 把你描图成一个工具啊 还傻了吧唧 在这替美国人吹呢 是吧 这邮件的明显 说要占中国便宜了 我觉得这个美国人能落到这份上 他自己有样本 为什么还要研究 因为他很显 中国这个东西是最新的 而且他说独特 独特独特什么 独特有价值 说明你现在手里的这些东西 没价值 咱们只能这么认为 他说这些月壤 是从NASA尚未采样的月球区 采样的 预计给月球地月系统 这个地质历史提供价值信息 那你看中国 如果可以让你美国 用我的月照 然后你美国呢 不让中国用你美国样品 那就有序了 那到底谁是大国呀 NASA表示 申请样本的研究 将确保美国研究人员 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拥有同等的研究机会 谁就逼的 你看法国人都研究了 我们昂鲁萨运怎么办 事实上 早在十多年前 美国还曾经对中国 搞了一个太空封杀 政治资金技术全面 跟中国断开 其实脱钩断链 在中国航空航天早就开始了 但是咱们还是搞出太空站 对吧 还是搞出登月 咱们得致敬 这比山甘岭 比这个 咱们说华为还要难 早就开打了 把中国排除在国际空间上 项目之外 11年美国又通过 旨在禁止中美两国 航天和航天合作的 沃尔夫条款 所谓存在间谍风险为由 封死中国参与 所有空间上合作道路 那这个 没有阻止中国自己发展 中国是杀出一条血路的 造出现在这个成果 你像中国的岳壤 获得那一刻 美国人后悔了 其实也不后悔了 还怕应该是 这尼尔森上任以来 多次对华发表强硬言论 他这个条款 其实和这个 现在所作所为 非常分裂 121年6月23号 尼尔森出席 美国国会听证会的时候 一样科学家 空间技术委员会就说 希望该委员会 能够增加NASA22年预算 为显诚意 他说支持美国沃尔夫条款 永久化 这是NASA的主席 到了22年4月27号 中国航天不断取得进步 尼尔森又反过来 指责中国航天 缺乏透明性 又不合作 这明显是在扯淡 实际是什么 实际是两头 两头都得力 贪 贪婪 宣称美国希望与中国合作 中国没有主动提出合作 这是中国不合作吗 你美国压根 不想跟中国合作 20年 中国在文昌发射厂用长城5号 摇武运载火箭发射太野工程厂5号 顺利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 这是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 同年的12月17号长5号 携带月球样品 从内蒙古四字王旗着陆 当时咱们特意报过 结果什么 结果咱们在油管上视频被删了 关于火星月球 咱们这几次任务都报了 结果咱们的视频是第一时间被NASA删了 你可以想油管上是什么玩意 民主自由吗 言论自由吗 中国人就不行 中国人不可以给你自由 靠你妈 不能给你自由 操你妈 没力尖 没你妈的个逼美 长5号是我国首个 无人月球采样返回任务 当时复杂度应该是中国当时最高的 技术跨度也是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 突破月球 月面采样 月面起飞上升 月球轨道交汇对接 包括样品转移 这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已经是咱们讲当时又讲AI自动化了 你想想人不就是样品吗 把人当成样品我们就可以带着人自己回来了 所以咱们未来有人载人登月的时候 其实咱们是已经把这个所有的数据都掌握了 是等于这个跳跃式返回技术就跟那个亚轨道轰炸机那个技术一样的 这种技术你想想都是环环相扣的 中国早就掌握了 带回了1731克月球样品 就成为了世界单次采样量最大 无人月球采样任务 你看中国是无人的 因为主要还是保证人员安全 长五号任务是中国实现高科技水平自立的一个实践 后续的无人月球科研站呢 对吧 载人登月都是以它为基础的 这些比如说这个轨道对接这些技术 这些数据全都是咱们自己已经具备了 这是一个里程碑啊 所以咱们的视频被杀了 就不允许你在所有的互联网上谈中国的高科技 谈中国的航空航天 这什么玩意儿是吧 今年10月1号 中方宣布长五号月球科研站 样品 科研样品要向国际开放申请 这个其实开放申请意味着中国已经完全研究完了 又跟外国合作 外国合作什么意思呢 要共享什么意思 就是你拿这个样品共享 然后得出结果中国也可以用了 是这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这儿利用的差不多了 然后呢国际上其他人看有没有能够得出其他结论的 同行一起研究 中国科学家已经是通过分析厂五号的部分样品 解决了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了 外国科学家参与呢 可能为解决一些关键问题 带来一些不同的兴趣点呢 不同的视角啊 是干这个 那中国科学啊 国家航空航天局 这次申请周期 在12月22号截止 那这个没几天了 那这一次接受来自外国研究的提案 申请人都可以发放样品 中国是24年前后要实施 嫦娥六号发射 这是在月球背面人类首次采集样品 返回啊 所以NASA也是不意外 他必须要 你想他必须要参与 他没做过 这就为什么我说咱们这个登月啊 载人登月咱们不着急 咱们只要成功就行 为什么急的是美国人 我们连月球背面的样品都拿了 再想这个道理 美国人有什么呀 你美国人有什么了 月球背面样品有吗 实际啊 实际美国人这张脸啊 让他们这些子孙后代都已经丢尽了 美国人的自大啊 都已经显得 我觉得都已经 那个脸皮啊 都已经厚到那份上 还在自大 嫦娥六号带有样品 他说关系到月球上已知最大最古老的 撞击盆地的时间的基本信息 还将提供月球另一半地壳组成 甚至可能是地壳下面更深的地蔓的物质 那也就说他没有这个资料 中国才有 那说我只要拿回样品 我就领先美国 在月球啊 这个探索上 在月球背面探索上 我领先美国 没毛病吧 你连这个东西都没有啊 所以他实际呢 不会听你中国人怎么说 而是我要实实在在拿回样品 我自己研究物得出我自己结论 如果中国得出结论和美国结论一样 那这个事情可以确定 但是他担心中国骗的 谁都是 谁都是 美国人要自己研究样品 但你想不想这个中国给你样品 到底是不是就背面了 我也在怀疑啊 咱们不行就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假样品 谢谢大家